退我吧 但是如果在功课以外有办法去做 没关系 但是其实不是这样子 常常会人为很多色彩不同 请问你对传统艺术文化的印象是什么 就很传统嘛 就会觉得有那种民族的味道 我们台湾的那种 就是善与恶让你有那种感受 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才会去参加镇头 对学业比较没兴趣的 对那个宗教有兴趣的 可能在以前的感觉我会想说是中错生 那么现在可能是比较多元的 就是说不一定是中错生 可能他是比较有兴趣的 然后会想要就是让自己变得更专业 我从中国找到一样的兴趣 自哪里見到这种兴趣的行动 这种兴趣的兴趣我从中国 我从国际上也没有看过 我自己刚才聋会议的东西 这种兴趣的兴趣 当我看到它在台湾上 它是非常有趣的 它是完全不同的音乐 完全不同的音乐 完全不同的风格 而且它是一个很棒的经验 这群组都在台湾上 全世界上 这是一个很棒的 idea 台湾有很多文化 很多美丽的东西 我希望它们分享 分享它们在其他国家 我觉得是很棒的 哇 爱 台湾 在台湾上 台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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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在镇头里面 它是被看不起的 它是一个次要文化 然后它也不是艺术 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工作 那大家看到镇头两个字就很害怕 可能就是乌火之中 或是一些流满地平 聚集的一个团体 镇头它应该是个艺术化的团体 因为它是表演的团体 我希望它是有更大的 更大的舞台 更大的 更大的观众群 所以我把它改变为 给人看 给神看跟给人看是不一样的 神看不用付费 人看要买票 所以它的经济价值就不一样 最特别的地方是因为 我们是镇头 一般如果以剧团 或是一般以这个 艺文团体 要像我们这么传统 应该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是没有市场可以生存 那以一般的镇头 要像我们这样子 也有很多的难度 因为它的表演艺术的专业度不够 那管理的人才也不足 所以它都会流落到 家族性的管理 或是情绪化的管理 那在九天比较特别 是因为大家都在学习 来九天它就是一定要读书 包括桃园现在还是一直在读书 那我们读书不是为了怎么合文品 我们希望拿到的是更多的知识 然后把这个 这个能够经营得更专业化 然后让更多的小孩子 能够来这里改变 然后以后 以后有更棒 更棒的一个 未来的一个 一个 就业的出入 借由这次暂题 我们不仅更加了解 台湾的传统艺术文化 也深入探讨 现今民俗记忆发展的阻碍与限制 希望借由此专题 改善社会大众对传统政筒的刻板印象 帮助台湾传统记忆发扬至国外 让世界各地都能有机会认识 台湾的传统民俗记忆 完成 flexible 参加